大家好,草莓會員,今天來講一下7S 一樣我們先從這個面板來看 今天對比的面板是天鷹 為什麼要拿天鷹呢? 因為天鷹它其實有御裝填的功能 大般可能對它還不熟悉啦 不過有御裝填功能的鎮航其實蠻好用的 我們先來看一下從耐久部分 這個7S其實蠻多蠻多的 多800多這麼多 不過在這個防空方面的表現 316對上371 如果在有防空壓力的情況下 可能天鷹的表現會好一點 那7S基本上就是靠這個血量在撐防空的壓力 其實都還可以啦,算是撐得住了 那迴避方面兩邊都沒有差太多 在航空值的部分都大概400速頭 以一個金皮正航來說 這個航空400速頭其實算偏低的 一般正航金皮起碼都有430 440以上的水準 所以400速頭算是蠻低的一個情況 那命中方面呢 7S大概只有90 天鷹有104 所以在打120以上的敵人的時候 7S的命中的壓力可能就會出來了 因為你的爆彈少打到一次 miss掉一次 那傷害可能就會有差了 那幸運部分 好在還有55 可以稍微拉回來一點 在生存方面也會稍微補正一些些 那天鷹這邊只有40的幸運 其實你還可以用 基本上兩者之間就這個面板數據來看 兩者之間其實在傷害面上面其實沒有差太多 那生存方面呢 就看你其實要打空襲壓力比較高的 還是打這種化射壓力比較大的這個地圖 兩者之間的生存其實也是差不多大同小異的 也都差不多 都是戰鴻魚的一個系列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技能分析 好首先我們來看一下1技能 1技能就是說 這個戰鬥一開始就會有完整的這個航空攻擊 也就是獄莊田 直接獄莊田出去就可以起飛了 當然呢 第二次以後的航空攻擊 然後起飛就會追加這個額外的彈幕 那這個彈幕呢 這個極速魚雷 總共是三架飛機帶各帶兩個魚雷 所以2乘3就是6顆的極速魚雷 基本上這個傷害呢 比流星還要低 所以你大概算算這個傷害總傷 如果全壯的話 大概就是1.5架的這個流星傷害了 反正就是額外的彈幕嘛 聊勝於5 基本上第二次 所以2 3 4 5 6以後的這個航空 都會帶這個極速魚雷 好第一次沒有 是後2 3次以後才會帶這個極速魚雷 好再來看2技 2技呢就是在1 3回的航空攻擊的時候 會多了這個翼龍的這個轟炸支援 那這個翼龍轟炸支援呢 它這個航空轟炸 它總共有11發的這個轟炸 不過這個轟炸範圍其實很分散 基本上就算是個全地圖的一個傷害 不是很集中 所以拿來道中輕輕雜魚 還蠻堪用的喔 如果你要打單一敵的話 其實傷害太分散了 再來呢 這1 3回 除了會有這個支援轟炸之外呢 還會幫前排的一個角色 多一個盾牌 擋15回的這個子彈 那還有8%的減傷 不過這邊要注意的是 它只有1 3回 也就是獄裝填 然後在裝填的第三輪會有 那後面的45678 全部都不會有這個 減傷轟炸 要注意它只有1 3回有這個功能 第三回之後這個技能就廢掉了 再來我們看一下裝備的部分 因為它有這個獄裝填嘛 所以我們把這最痛的飛機丟上去就對了 那戰鬥機部分呢 直接帶1000磅的炸彈 F7F或者是海盜王蜂都可以 暴擊機部分呢 最痛的就是FB2C 那還有進階版的SB3C 這一定都是這兩隻為主 那攻擊機部分呢 基本就是鎖魚 那如果可能的話 你就帶這個彩飛機飛龍 那是最痛的 那剩下的比如說流星或ZU87 看你要打什麼敵人 如果只有單一敵人的話 那你用那隻還OK 如果只是說道中輕雜魚的話 當然鎖魚或是飛龍都是最好的選擇 那剩下的裝備呢 就是全部都上液壓 這邊可能有人會想要問說 那七水適不適合裝備那個翼龍裝備 我這邊推薦是不需要裝翼龍裝備 因為它基本裝填就已經很高了 那裝翼龍裝備呢 其實就是增加它血量 還有增加它裝填 那多出來那個裝填 大概就是提升整個CD 大概縮短個一秒多左右 不過這一秒多的傷害呢 其實不足以說去cover到它 額外的這個Loss 因為其實這也最大的優勢 就在前三輪的這個輸出 包含玉裝天 一二三輪這個輸出 因為第三輪以後 它那個額外的轟炸就不會出來 只剩下急速魚雷 所以我們要把握黃金的這個輸出時間 也就是大概前三輪 大概40秒左右的這個輸出 打好打滿 所以它的爆發力就在於它的這個抑壓設備 而不是在於裝填的這個設備 後面如果你要拖到那麼久的話 那你還不如換其他的飛機 其他的這個航母 比如說像是企業這些來 還比較好 那這個其實主要就是打這個爆發前三輪 大概40秒左右的這個戰鬥 所以不要拖台前 把傷害打好打滿 就結束這場戰鬥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如果你要打王拖很久的話 那還不如用其他的航母 好結論部分呢 這個7點其實就帶一個玉裝天 再加彈幕的一個飛機 前三輪的輸出爆炸很多 那跟後面的這個天鷹來比的話 雖然說是小蘇天一點點 不過就前三輪的戰鬥 已經很接近天鷹的這個情況了 畢竟天鷹算是石頭角 而且它還有其他的這個回復功能 所以天鷹的價值還是比較高一些 那這官方送這個有玉裝天的航母 實在是太佛心了 因為玉裝天航母 我們之前有講大概就是天鷹 再來就是陰鮮座 再來就是七水 這幾隻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稀有 比日本亞洲技還要稀有 所以玉裝天的航母非常非常的珍貴 好好使用 那未來要打這個大師界的這個道中 玉裝天可以起到非常非常好的一個作用 基本上40秒的戰鬥在大師界的道中來說 是綽綽有餘的 那你要推高難度的海域的話 大概12張還OK 那13張的話 因為它基本的這個防空能力不是很高 所以我建議說推到12張還可以 那13張可能要換其他的美航 基本的防空能力才比較高 那這隻角色比較適合打一般的這個道中 然後或者是一些精英怪 甚至虐拆的場合 那你未來要用在這個演習場也不是不可以 因為天下武功威快不過 然後你丟了3個玉裝天的飛機上去 基本上你可以看到前排是相當容易融化的 那6打3 剩下就看你怎麼去收拾殘局了 好啦以上就是針對這個騎水的一個介紹 希望能夠幫助到你 我是草莓牛 我們下次見啦 掰掰 我們下次見